各位起立台湾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志轩 起立台湾会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各项风情与魅力 除了家喻户晓的热门景点之外呢 还有其他特别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前往探访吧 今天的起立台湾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蓝阳平原风情旅游 位处东北角的宜兰与新北市 桃园、新竹、台中及花莲相邻 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的特殊地形 孕育出独特的文化与人情味 呈现以三生共构的室外桃园 宜兰外海有板块 所以地震也非常频繁 另外一面向太平洋 台风时期的影响也是不同反响 从台北乘坐自强号 约一小时40分 太鲁阁号约一小时就可以到达 如果是开车的话 可以走2006年所开通的 亚洲第二长的公路隧道 雪山隧道 雪山隧道是台北到宜兰的交通更加便利 从台北到宜兰的花费 甚至不需要50分钟 就可以抵达这个充满度假氛围的地方 相当适合家族 情侣以及朋友一起前往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蓝阳平原 来唱小旅行吧 宜兰位于台湾东北方 三面环山一面领海 古时候称为哈子南 贾子兰 葛马兰 原为平浦族人所居住 一直到清嘉庆元年 才由无纱率领张州人 肯荒开地 嘉庆17年 清廷在此设立葛马兰厅 光绪元年 西元1876年改厅为县 由于此地 以蓝阳西冲击平原为主体 素以又称为蓝阳地区 宜兰地区受雪山山脉 及中央山脉组隔 地形封闭 被西部地区称之为后山 三面环山 一面环海的地理环境 都有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 与风土民情 更有丰富而多样的观光资源 是一处值得您全家一起 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这一集起立台湾 蓝阳平原风情旅游单元 我们就从东北角海岸北关开始 沿着台二线进入蓝阳平原 开始蓝阳平原的风情之旅 内容包括了蓝阳博物馆 乌石港 五峰崎瀑布 礁溪温泉 蓝阳溪出海口 东山河公园 传统名义中心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 南方澳 梅花湖等等 我们就以蓝阳博物馆 作为今天旅游的离战 当进入宜兰投城地区时 在公路的左侧 有栋造型奇特的建筑 没错 这就是知名的蓝阳博物馆 采用北关一带海域 最常见的单面山 作为建筑造型的设计依据 整体建筑屋顶 与地面夹角为20度 尖端墙面与地面则为70度 让人感觉仿佛由地面窜出 并与地景融合的景象 蓝阳博物馆 历经十余年的筹备与兴建 完工后 除了于2010年5月18号 配合了国际博物馆日 居心仅受理团体预约的 第一阶段市营运之外 在2010年10月16号正式开馆 蓝阳博物馆 综合博物馆仿如宜兰缩影 宜兰地区除了宜兰县 自然史教育馆 宜兰县史馆等等 记录 展示 以及推广宜兰 各阶段历史的博物馆之外 蓝阳博物馆的成立 无疑是为了宜兰地区的史料资讯 增加了一处能够珍藏的地方 在蓝阳博物馆内设有常设展厅 儿童探索区 以及配合展示内容及性质 所进行调整的特展厅 除此之外 还有宜兰的诞生互动剧场 以及仰望的奇迹 以传达蓝阳平原 山海交融的特色 以及将宜兰地区的历史 及价值展现在每位游客的眼前 参观蓝阳博物馆 除了能一览宜兰地区历史人文特色之外 更能结合周边景点 如乌石港 外澳海滩 龟山岛 北关农场 头城老街等等 甚至可以依照您所安排的假日 延伸旅游路线到邻近的乡镇 进行更深度的蓝阳风情之旅 临近蓝阳博物馆旁的乌石港 位于宜兰县头城镇东北方的乌石港 距离头城镇市区大约只有一公里 是旧有乌石山港遗址 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港区里的礁石 呈黑色 所以居民便叫这个港口为乌口港 旧石的乌石港为当时蓝阳第一大城 头城的重要门户 许多商家由此出入 石港春帆 即是形容当时船只来往络绎不绝的情景 更是当时的蓝阳八景之一呢 不过在光绪九年时 水域因为美国大型脚板船触礁沉没 而逐渐缩减 造成乌石港一度没落 民国94年开港后 成为投城地区最重要的观光休闲渔港 除了港区码头的建设外 旧有的乌石港遗址已规划成为保育师地 目前龟山岛旅游行程也多为在乌石港出发 而乌石港旁的沙滩 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冲浪客最爱的地方 平坦宽广的沙滩 缓缓置入太平洋的海里 每当假日就会看见人山人海的冲浪客 滑翔翼 拖翼伞 是一处很浪漫的独家圣地 说到宜兰的经典景点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宜兰是自然景观丰富 观光景点也多的地区 其中宜兰有名的博物馆就是蓝阳博物馆 位于宜兰的蓝阳博物馆 是台湾许多博物馆中 以特殊又有个性的建筑设计而闻名 每年都有许多的旅客到访蓝阳博物馆 是蕴含了宜兰的历史与魅力的地方 到了这里就能了解宜兰的特色 以及那些特殊的美术品 和其他博物馆不同 外观的设计也相当特殊 建筑物本身呢 就是相当受欢迎的景点 也推荐给喜爱建筑的人哦 蓝阳博物馆的建筑物本身 也是艺术品而相当有名 外观有着独特的造型 好几处都是呈现四角锥撞 在台湾没有其他相似的建筑物 观看蓝阳博物馆的外观也倍感有序 而在台湾建筑家的指导下 花费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出的杰作 另一个魅力点是投成车站 走路可到达蓝阳博物馆 是与大地共生的建筑 为了不影响到湿地的自然生态 特别建造在乌石港遗址的西北侧 也因为它特殊的建筑外观 而成为了宜兰的住民地标 蓝阳博物馆的建筑 融入了北关海岸一带最常见的单面山 也为了呈现蓝阳平原四季不同的田野色调 以维瓦地的四季主旋律 使用了多重质感的食材 将外墙以协奏曲中的春、夏、秋、冬等 四篇乐章转化成音符 并排列在主体建筑的实体外墙上 仿造出单面山的岩石纹理 单面山是宜兰周边的地形 指一边陡峭而另一边缓斜的山形 整体建筑屋顶与地面的夹角为20度 尖端墙面与地面则为70度 让人感觉由地面窜出 是融入了当地风景的设计 走在蓝阳博物馆的走道上 视线往上看就能看见广徽 这个广徽是与哥马兰族的传统木科人形图腾为设计理念 表达着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以及人与历史的联想 在广内的常设展 将整座四层楼的建筑分别设计 并以宜兰的气候、地形及生物物种等特性 由上而下分为山之层、平原层、海之层 以及互动剧场 站在山之层往下俯瞰 像从山上眺望宜兰大地特有的山、平原、海的空间经验 藏由展览来表现宜兰的地理环境 人文历史以及丰富的自然生态 展具内容丰富 也有实体物、模型、立体模型、人体模型以及影像等等 有许多大胆的展演方式 在那有限的空间内 使人激发出好奇心而后感到满足 是展新的展演方式 展视品不只是观看 也有体验的部分 让人能感受到当时的氛围 是喜爱博物馆的人 必然会想到访的地方 就算没那么喜爱博物馆的人 也能在那里度过受益良多的时光 来到蓝阳地区旅游 位于郊西乡 五峰岐风景区内的五峰岐瀑布 是一定要前往的 五峰岐瀑布分为三层 全长约有100公尺 第一层瀑布长约20公尺 隐身在小山谷树丛后 顺流而下有多处的潭水 可以供游客嬉戏玩水 第二层的瀑布长约30公尺 也是大家所熟知的瀑布 全水由山腰直屑而下 在崖角设有关瀑布亭 可以眺望层蓝蝶翠 搭配着鸟生虫鸣交织而成的自然乐章 也是最佳的关瀑布地点 从路口处到第二层瀑布 步行约15分钟即可到达 沿着登山步道顺阶梯而上 两旁除了有各种花卉树木外 小桥溪流不时出现在您眼前 这种诗情画意之美 足以让您忘掉烦忧 第三层瀑布长约50公尺 纯水自山中如万马奔腾般地倾泻而下 水花四件激起更多 比SPA水寮更多的水汽 可以细水或悠游于潭中 享受酷暑礼的清凉 不过从第二层瀑布到第三层瀑布 除了步道曲折难行之外 约需要30分钟灯爬才能够到达 所以大部分的游客 就只到达第二层瀑布就折返 五峰瀑布是公认为英离子圣地 游客来到五峰瀑布 走在一片清凉翠绿的官曝石阶步道 伴着潺潺水深 既有悠闲的情调又有养生的作用 据说瀑布旁因离子数约为2万只比率 有增进健康的效益 五峰岐风景区是蓝阳八景之一 因风景区内有五座尖峰排列 库寺五面三角旗树立于此 顾得名为五峰岐 风景区内除了五峰岐瀑布 五峰幽谷之外 还有天主教五峰岐圣母朝圣地 也是宜兰县著名的风景区 每逢历假日 皆会吸引大批的大小朋友到此细水 享受英离子的洗礼 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到此游乐 郊西乡旅游 郊西温泉位于宜兰县郊西乡 原由来是因3万年前的火山喷发时 所流出的岩浆仍然残留在地底下 造成附近地下岩层产生高温 而郊西正好位在火山喷发的范围内 因此在郊西温泉附近 聚集了近百家的温泉旅馆、饭店 形成温泉箱的特殊景致 来到郊西乡 除了前往五峰岐风景区 和五峰岐瀑布之外 住宿郊西是一定要的啦 郊西温泉是全国最为知名的温泉圣地 温泉饭店一家挨着一家 而且一家比一家还要大 就知道郊西温泉的名气有来 位于宜兰公馆附近的蓝阳溪口 河寇是由蓝阳溪、东山河、宜兰公馆附近的蓝阳溪口 是一处鸟类喜爱七席之地 也是国际级赏鸟点 每年在此出没七席的鸟类 高达两百四十种左右 由于蓝阳平原、背山、面海 形成众多的水泽、沙洲 又因为刚好地处于太平洋线 东候鸟往返的中途站 成为了赏鸟者的天堂 每年三、四月间 大批的鸟类 皆固定飞来此地觅食 休憩 又与候鸟众多 往往吸引许多爱鸟民众 西半、席卷 带着望远镜等 仔细观赏野鸟展翅飞翔 充分享受蓝阳平原的田园风光 蓝阳平原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适合种植水稻 蓝阳西灌溉尊道遍布 供应两万七千五百公顷的农场水源 沿海渔产丰富 使得宜兰县成为自给自足的 鱼米之乡 所以宜兰人都称蓝阳西成为宜兰的生命之河的原因 如果想将日常的压力释放掉 吸收大自然内的负离子也是很好的方法哦 宜兰的五峰崎瀑布景色相当优美 在宜兰的观光景点中是处相当知名的地方 气势磅磅的瀑布分为三层 第一层瀑布长约五十公尺 第二层瀑布约为三十公尺 第三层瀑布则约为二十公尺 瀑布下方设有观景平台与凉亭 看着美丽的瀑布感受那股魄力 日常累积的疲劳仿佛被吹散 而这里呢也是相当适合家族来散步放松 另外还有个不容错过的景点 也是相当适合放松的浇溪温泉 一出火车站就可以看到温泉街道 是个位置绝佳的温泉区 在台湾算是很少见的地方 而浇溪温泉就是这么的方便 从台北出发只需要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非常推荐给台北旅行 也想顺道体验台湾东部风情的人 与高雄台中等大都市的台湾西部不同 东部有海岸线及山脉等险峻的地形 没有高铁需搭火车来移动 虽然会花费较多的时间 但窗外的风景总是让人愉悦 有时间的话 坐着火车来趟温泉之旅如何呢? 台湾东部最先抵达的就是浇溪站 而走路可到达的浇溪温泉 在1800年代已是广为人知的地方 被选为蓝阳的八景之一 在台湾是有历史的温泉 浇溪的发展与温泉是密不可分的 从早期人们在自己的小空间洗澡 而到了日本时代 日本人设置了公共澡堂和旅社 也开启了温泉的商业用途 一直到近年规划为温泉观光特定区 并以温泉从事各项的浓渔业的耕种养殖 因此温泉也是繁荣此地的重要经济命脉 泡温泉基本上是需要穿着泳衣的 但浇溪有些温泉像日本一样是裸汤 泉质属于碳酸氢钠钠 富含钠、铭、钙、钾 以及碳酸离子等化学成分 是台湾少见的品地温泉 泉色轻、无味 涌到地表时约为58度C 而且因为富含矿物质 所以不论是浸泡、沐浴或是经处理后 成为矿泉水饮用 都对身体非常有帮助 另外温泉街上有许多泡足汤的地方 可以在整治完善的公园内泡足汤 因属平地温泉 所以不管是长者或是小孩都能尽情享受 请务必来到礁溪温泉体验温泉文化 除了泡温泉之外 请记得来到温泉鱼店家体验看看 有吃脚步脚直层的温泉鱼 在温泉鱼区域泡脚 会觉得舒服 但又痒的这种微妙的感觉 脚泡着温泉觉得很舒服 而看着温泉鱼努力的样子也觉得很疗愈 对于小孩子来说 肯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所以很推荐这个景点 到处走访后可以泡个足汤休息一下 以温泉为主轴的街道 不管是为了疗愈身心的温泉而来 又或者是为了美食而来 又或是为了看大自然景观 礁溪温泉是处可以满足全部的地方 如果有安排行程到台北的话 可以顺道走访礁溪温泉 请务必将礁溪温泉排入你的旅程当中哦 蓝阳地区除了有宽广的蓝阳溪之外 东山河也是相当知名的河川 来到东山河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座又红又长的拱桥 当地人称作红桥 原名又叫做洁净桥 由于该桥横跨在东山河上 因此常被游客误以为这座桥 叫做东山河大桥 其实应称作立泽简桥 东山河清水公园内 以清水游戏区和河川之旅最引人瞩目 还可以体验新式水上体能设施的 惊险刺激涉水池 划船池 露天野外剧场 观星台 赏月台等 造景设计升得宁星 尤其是在此举办的同万节活动 更是让大人小孩沉迷在水的世界里 玩得不亦乐乎呢 位于宜兰县东山河风景区内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是创立于91年1月16号 中心占地总面积约为24公顷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建筑 由多位台湾建筑大师合作 把台湾传统建筑表现得十分精美 也让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园区 荣获2001年台湾建筑家作奖 从戏剧馆 曲艺馆 图书馆 工艺传细所 民俗街坊 住宿中心 志文昌词 戏台 黄举人宅等等 都非常有味道 值得细细观赏 园区的动态展示 以世界聚落区 以及水岸的露天舞台 田园景观区等的 技艺展演活动为主 静态展示则以展示馆的传统工艺美术与戏剧馆文物陈列室 街坊中还有数十家的工艺店家伶俐 像是古早电影院 木鸡馆 戏油馆 桃艺馆 玻璃馆等等 也是游客最爱停留的地方 位于园区中央偏南的位置 为文昌慈庙城 向外延伸街屋 斜坡渠道呈现传统街屋建筑 头尾不见的特色 地面仿台湾新竹湖口 三峡 鹿港 台北大稻城等各地街屋设计而成 女儿墙与山墙的样式 带出日志西洋建筑风格 闽南传统街屋则交织其中 街面上应十一柱形所衍生的店铺 在线传统繁华热闹的街道前进 过了桥墩之后 约行走一百公尺 就可以来到一处传统三合院的名宅建筑 黄举人宅 这是宜兰湘咸黄战旭举人的宅地 建于光绪三年 至今已经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在黄举人宅前的水上巴士码头 可以在此搭乘游船畅游东山河 欣赏景致优雅的河岸风光 并体验园区的另一种风情 东山河为宜兰的第五大河 位于蓝阳平原 流经罗东 东山 五节等三个乡镇 全长约24公里 在河口和蓝阳溪交汇后 流到太平洋 虽然不是非常大的河川 却在台湾的河流整治史 及观光发展史上 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过去因为泛滥成灾 使农民们相当的困扰 而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1987年 开始了大规模的河川整治 整治了3.5公里 并将河川的幅度变宽 使水流稳定 也成为水上运动场所 1994年 东山河清水公园落成 东山河清水公园的主题为 清净水 拥有率 充分地利用了 东山河水域的特性 成为观光休闲游气的 开放空间 水路合一的东山河清水公园 园内包含了生态保育区 清水活动区 休闲活动区 水上巴士 及露天剧场等区域 成为了宜兰设备完善的 户外水泰博物园 园内以清水游戏区 及河川之旅 最引人注目 观光客 可以从清水公园乘船 经东山河 迁望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东山河清水公园 也已举办许多 文明国际的大型活动而文明 像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有华龙洲竞赛 而在夏季 则有举办国际童晚节 每年的童晚节 就有许多的年轻人或家族到访 享受东山河的夏日风情 农历七夕情人节 还会搭起雀桥 增添浪漫气氛 没有活动时 就是宽广的河滨公园 但还是有停泊的船只 及观看席 这里也有完善的设备 能体验水上运动 像是小船 风帆 独木舟等 还有四人或是八人的竞技船 另外也可以看到 华龙洲的练习 河川对岸往下游约两公里处 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在东山河清水公园 可以利用船舶前往 位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 园区占地面积为16公顷 前身是太平山林场制裁 主墓以及办公厅设的所在地 林场曾是台湾三大林场中最大的一处 在林业活动逐渐示威之后 罗东林区管理处 为保留百年林业文化 特地在93年开始积极整建内部 转型为森林游乐区 直至98年园区才正式开放 园内保存许多日式防射 主墓池等特殊景致 利用原有建筑作为文物展示 生态教育用途的展馆 并沿着湖畔铺设环池木屑步道 整体园区藏与悠闲 樸实的日式建物的文物展示馆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同漫步参观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内 大致可分为文物展示馆 竹林车站 竹牧场 生态池 以及艺文区 所有展示馆皆由旧有建筑改造而成 规划各馆提供不同的资讯 重现当时从业人员的生活起居 林业生产器具 工作模式 生态影片播放等等 不仅保存了历史建筑 也帮助民众进一步地了解 林业传统文化 园内的竹牧池为过去伐木时期 已存放高级木材的水域场所 现在也逐渐地成为生态景观的一部分 园区沿着竹牧池铺设了步道 提供旅客怀旧仙人刻苦的伐木精神 位在宜兰县东山乡的梅花湖 早期称为大皮或镜湖 是一座天然的蓄水池 而后因湖面的形状似五瓣梅花 将名称改为梅花湖 梅花湖的湖面面积约为20公顷 在东岸边还有一座衔接的黄湖公路 以及湖心湖岛的吊桥 而湖的上方即是道教总庙三秦宫 在梅花湖岸上设有黄湖道路 全长约有4公里的步道 行走期间清风徐来令人惨怀 春季花开遍野 西风细叠穿梭飞舞 仿佛世外桃源值得您来体会 位于宜兰县苏澳镇 东南方之苏澳湾内的南方澳渔港 三面环山 天然地形相当隐蔽又进渔场 堪称是最自然的两岗 南方澳渔港和对面的岛 以沙洲相连形成一个天然屏障 每到库下刮起西南进风时 船只便可进港避风 所以昔日就有南风澳之称 1999年新建完成的跨港大桥 不只是景观桥 更是将南方澳环状路线 串起的重要地标 跨港大桥离海平面18公尺 以解决大型渔船无法通行的困境 使得南方澳渔港得以长远发展 并作为豆腐沿海甲 及东侧新建码头对外联络的捷径 与现有的环港道路形成环状网路 更是国内独一丹钢拱桥 是亚洲第一座双茶室丹拱桥 桥长140公尺 桥宽15公尺跨渔港航道 桥处上的鱼虾蟹造型 画龙点睛倒出 南方澳的海洋意象 观景平台 可以让游客欣赏渔船进出之景象 每年农历7月初期 宜兰县政府都会举办宜兰情人节活动 13条缆绳 长达140公尺 桥体架构的跨港大桥 摇身一变成为幸福的七夕雀桥 尤其夜间与远处观看 感受桥体弧形的光景层次 增添浪漫的视觉氛围 让民众再次感受 纯朴渔村的浪漫之美 更希望天下有情人 亲子 好友等等 洗手共度 浪漫的七夕情人夜 更是南方澳观光渔业发展的 重要里程碑 今天的起立台湾 为大家介绍了蓝阳平原风情旅游 大家觉得如何呢 被瀑布和温泉疗愈了身心 悠哉地度过时间 恢复了元气后 走访蓝阳博物馆 体验了人文艺术及传统 在自然的环境中 一定会过得很充实吧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也在起立台湾 继续我们的台湾之旅 我是节目主持人志轩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